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一開始 帶您來關心 指揮中心日前宣布 接種高端的民眾 如果需要緊急出國的話 符合條件的人 可以持證明文件 加打AZ BNT或莫德納 不過我們獨家訪問到 全台第一位打完兩劑高端 又混打第三劑BNT的民眾 原來他是高端的受試者 因為受試的後期 他覺得不對勁 因此他選擇混打第3劑 BNT而且他本來很支持台灣的生計 但這一次當了高端的受試者 他相當的後悔 感覺自己被當成笨蛋 黃先生越想越生氣 為了支持台灣生計產業 自願參與高端試驗 但試驗後期越來越不對勁 實驗還沒有結束 就可以上市做實驗的意義目的 到底何在 黃先生指控8月23號 高端疫苗正式開打 但受試者9月都還要去醫院驗抗體 試驗還沒結束 就讓民眾先打高端 等於全民都被當白老鼠 蠻奇怪的 所以我就自己去安排 第一劑的BNT疫苗 更誇張的是 高端受試者健保卡沒記錄 黃先生上1922平台 成功預約第一劑BNT 10月到診所施打 成為打兩劑高端 以及一劑BNT的全台第一人 但他12號發現 無法預約第4劑 1922上午回應不能打疫苗 而當天下午指揮官陳時中 反而宣布接種高端後 要出國民眾課混打 讓他超傻眼 實際致電高端副總電話無人接聽 指揮中心回應 當時受試者資料庫還沒上傳 才讓男子能接種到BNT 不過高端開放混打事件 指揮中心日前公布 認證國家也出包 原本承認高端疫苗 由以色列阿根廷 紐西蘭等六國 但13號晚間又緊急更正 拿掉以色列阿根廷 還有專家認為 一般民眾不能混打 但高端族卻可以先混打 政府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為自己創造的一個雙標 當他要開放的時候 什麼學禮都可以不要啦 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有這樣的一個必要性 開放高端混打儀式引發網友炮轟 追中心做法老是自打臉 真的是把民眾當傻瓜